大家好 歡迎來到歡迎金融科技 今天做的視頻是想簡單做一個 類似這種導讀 然後來幫助一些讀者來建立 關於經濟學的一些概念 因為 很多的投資者 我發現很多參與市場的人 或者是 去投資的人 他並不一定會去對經濟學感興趣 然後 多多少少會覺得 經濟學是一個 離日常生活中比較遠的這麼一個學科 那很多人接觸 股票 還有包括市場投資無非就是因為手裡有一點 可能有點小錢 然後想著可以賺一些零花錢 然後所以他們就可能就入市 但是 往往 在這投資的過程中發現 他們並沒有具備一定的一些理論的基礎跟知識 導致他們在 無論是炒股也好 做期貨也好 還是做選擇權也好 都會遇到 更多的一些阻礙 那有些這種阻礙可能是 虧損 那麼 有一些人可能 虧很多錢 那麼有些人可能 虧稍微少一點 那當然也是有 一部分人能夠賺到錢 但也不一定是長期能夠 穩定的在這市場中獲利 所以 在這個原因下我們其實回頭來看 有非常多的人在 參與到股票交易的過程中 他其實對於 整個經濟學原理 還有包括整個基本面 他其實是 沒有什麼 很深刻的認知跟理解 這會導致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啦 因為 你不知道 很 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麼 這個是 無知中最可怕的地方 就是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麼 就是你一無所知 那 稍微有一點進階的 是什麼 是你不知道 你知道什麼 那麼再往前 進階一點 就是說 你知道自己不知道什麼 然後再到 你知道自己 知道什麼 那意味著 大家其實這四種方式 其實都 多多少少都是無知 但是 你知道 自己知道什麼 意味著 你同樣知道自己不知道什麼 所以 在這個情況下 你所做的 一切的決定 跟所有的 Decision Making 都會有 理性 都會有根據 這也是 其實是我們的這個認知 我們大腦中的認知 的一個必然的結果 我們學習事物的曲線 也正因如此 那 話講回來 經濟學其實它的本質 就是幫助我們去優化我們的 決策 它可能是投資決策 它可能是 經濟或者政治上面的決策 或者是可能總統 或者是說 首相 或者是說 書記 或者是說 各種各樣的 這種形式的 政治領導人 做出一些 政策跟決策的時候 需要仰賴的一個 中文的 中文的學科 中和的學科 就叫Economics 就是經濟學 那它的本質 其實Wikipedia這邊 解釋得非常的好 就是一個對於 商品 服務生產 消費進行研究的學科 其實就是圍繞著 供應 supply 還有demand 就是需求 那意味著說 這些資源要怎麼樣圍繞著供應跟需求做 調配跟分配 還有 個體 還有總體 之間相互的過程是什麼 相互的反應是什麼 那我們經常會聽到一些名詞包括 QE Qualitative Easing 包括QQE 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Easing 就是自化寬鬆 或者是說類似這種 像TARP 以及之前08年美國次財危機的時候 一個 一個 財政項目 Trouble Asset Relief Program 類似這種 其實在歷史上來看 其實 不同的 朝代 都有 做過類似的舉措 不過 他們過去不叫TARP 他們過去不叫QE 他們可能過去E 其他的名字存在於 歷史中 這就導致我們要通過學習 經濟學 來幫助我們去 優化對於事物的認知 從而讓我們去優化 決策 優化我們思考的邏輯 其實當代 有很多的議題 無論是 東方還是西方都好 無論是可以選舉 還是不能選舉都好 是源於什麼 源於對於事物之間的認知 不夠的全面 那因此 在很多的社會議題上 容易陷入什麼 情緒化的對立 或者是這種 充滿的偏見 的一種 仇視的情緒之中 這就 導致我們無法 什麼 做出更好的決策 以及判斷 正如此 學習經濟學可以說是當代公民的一個必學科目 無論是你今天是 一個富二代 想要幫助家裡去做投資 幫助家裡去部署一些不同的產業 還是說 你今天想要 純粹只是讓自己的財富擴大 那麼你都需要經濟學作為一個什麼 理解的工具 那當然 這邊不是說要去做一個 類似的課程能夠替代大學 而是 想要通過 我的這種 簡單的 易懂的這種 科目 一種課程的設計來幫助各位 能夠去用更形象的方式去理解 何謂經濟學 就不會涉及到太多複雜的公式 太多統計量化 因為 讀過 ECO 101 都知道 必學的話 就是statistics 這種統計學的原理 包括這些 其實 對於我們來說 更為重要的是理解一些 經濟 現象 比如說 失業 employment 比如說像是通貨膨脹 inflation 像是什麼 economic growth 經濟成長 或者像是什麼 steflation 智障 那 或者說是通縮 或者 deflation 等等 那麼這樣的 其實這些議題 我們經常的 會在社會新聞上面 發現 或是在商業周刊中 去看到類似的這樣的名詞 那怎麼樣 去理解它 或者是去 預判將來會發生什麼 事實上對於我們 個人的 無論是商業 還是說一些觀念來說 是否非常具有 就是 好處的 因為其實 在現代這種經濟體來說 大家都有通貨膨脹 在這個情況下 如果我們的收入 沒有辦法超越這個 我們收入生長 沒有辦法超越這個 通貨膨脹的話 那我們的財富 貨膨脹會不斷的縮水 其實為 因此為了你的家人 都是一定要學習 所謂的經濟學的 但是不需要去學到 所有的公式 而是去理解 經濟學的一些最基本的原理 好 那其實可以看到 經濟學分成 個體經濟學跟總體經濟學 就所謂的宏觀經濟學 跟微觀經濟學 就有microeconomics跟 macroeconomics 那microeconomics主要是理解 是什麼 個體 individual 跟企業 corporate的經濟行為 然後包括他們如何在這個市場中 形成什麼 一個equilibrium 一個均衡的價格 均衡是一種 經濟學上的概念 意味著是說 總體之間 他可能 在這個過程中 會有一些衝突 會有一些 這個 異常 但是總體來說 他能夠形成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 態勢 一個平衡 一個balance 這叫做市場均衡 叫equilibrium 它跟balance 是不太一樣的概念 未來我們會 著重的去 分析 equilibrium 到底跟balance 有什麼區別 那我們在這個視頻中 先 不去講 深入什麼叫均衡 那個體經濟學會 從消費者的角度 會去理解 他們需要什麼 他們需要 他們的需求是什麼 那麼市場的供給是什麼 那 個體經濟學 其實 不太 注重所謂的 經濟效應 就是說 efficiency 的一個問題 那同樣的個體經濟學區 會更多的去研究 比如說一些 競爭下的一些 比如說像是這種 求徒悖論 或者是說這種 prison dilemma 或者是這種 困境 或者是這種 市場失靈的 這種情況 那 或者 mispricing的這種 錯誤定價的情況 或者說是 不對稱的情況 那 或者說 game theory 這種遊戲理論家 或者說是這種 博弈的這種情況 比較會 通過個體經濟學去研究 當然還有一個叫做行為 經濟學 Behavioral economics 就是比較研究 個體的行為 對於總體經濟 的一些影響 那他同觀的經濟的話呢 就是會去研究 更多的 關於是說什麼 整體經濟的一個 這個 經濟周期 或者是說經濟表現出的一些 不同的一些 形態 比如說 這個 加槓桿 或者去槓桿 或者是 通過膨脹 或者是通縮 等等 他就是 把經濟學當成 你把他當成是一個人好了 當成是一個人的話 這個人有時候會感冒 有時候會發燒 那我們要從 總體經濟學來去看 這個人 他現在到底是 感冒還是發燒 那他發燒的原因在哪裡 他的身體 出現問題的原因 是在哪裡 所以我們就通過 總體經濟學 或者說宏觀經濟學 作為一個工具去理解 那所以說 說很多的 macroeconomics 會比較著重研究什麼 這個 貨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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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會看到 其實就跟我之前講的 很多總體經濟學的一些概念 或者說宏觀經濟學的概念 一些貨幣政策概念 在很多各國政府 所用的東西 其實我們如果考就回去 古代來說 其實都是有同樣的 這麼用法的 所以其實到現在來說 並沒有太大的改變 只是 這些政治家喜歡用一些 不同的一些 言語 跟單詞去包裝 讓我們覺得難以去 釐清 難以去理解 它背後的 含義 那 macroeconomics 也包括 比如說 這個 有效市場的 假說 不完全競爭 等等 那 主要很多時候 有些人會研究去 labor market 就是說所謂的 這個 勞動力啊 然後也會去 去嘗試從一個 更宏觀的角度去理解 經濟增長啊 人口增長啊 或者是一些 失業啊 比如說 如何定義失業率啊 如何解決失業的問題 那 也會理解 衝過去理解 財政政策 去理解 什麼樣的財政政策 可以對民間的一些 the private sector 更有利 那 怎麼樣能夠 克到更多的稅 那同樣不會傷到 這些企業 之間的一些活力 所以事實上財政政策 就是說 技術性的官僚 他 會比較需要 去讀到這些東西 但是對於個體來說 我們如果今天在 運營一個公司 或者是運營一個 機構也好 我們一定會涉及到 繳稅的部分 那我們如何 去 去理解 或者去判延 這一些政策的改變 其實是 比較重要的 那 國際經濟學 之前就比較探討 是什麼 國與國之間的 經濟貿易 Export import 進口跟出口 還有關稅 還有貿易戰 等等 那 發展經濟學 裡面也會涉及到 包括一些研究 一些 開發 中國家 Image market 等等 那有不同的體制 經濟體制 比如說是 這種 以前蘇聯的 Soviet Union 的這個 這個 計劃經濟 或者是現在 中國的一個 改良式的 計劃經濟 改良式的 社會主義的 市場的 一個機制 或者是說 像西方的 資本主義的 體制 那 到底是用 國家來計劃經濟 還是通過 自由市場 來執行 那麼 中間的 混合路 路線 比如說 混合經濟 那 到底是什麼樣的 那麼未來 可以 用一些小的 這種 課程跟 Session 來幫助 各位去 更好的去理解 那當然這些 課程本身的 會 相對來說 會 有一些 壓力 但是我會用最 簡單的方法 來幫大家去 理清楚 到底什麼 是什麼 好 那今天的 視頻就到這裡 那麼希望 大家 喜歡 如果 各位有一些問題 想跟我進行一些 探討 可以加入我們的社群 可以加入我們的 Wentown.io的一些 會員 那麼我會有一個 會員的反饋的機制 那也希望大家 訂閱 關注 那麼也可以在評論區跟我互動 來告訴我們 你們想要什麼樣的內容 然後我可以來 針對這些板塊 做一些視頻 好 那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